大家好 欢迎回到妄向编辑部的法庭妄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香布 再加上浪费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这宗上诉案 在我自己来看期待已久等了相当之久 究竟是不是天有眼还要再等六个月 才会颁下判辞 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看到封面人物就是这个 欧洲的什么东西 镇地社工有名大喇叭 陈鸿秀 他的暴动案上诉 究竟能不能够令他顺利进身监狱 成为监犯 真的要等一等 未来这半年唯有慢慢等 这个弹散真是上当年令人相当气愤 在2019年的时刻 直播横行的时候 我发觉看直播 为什么见到警方和这些人对峙的时候 有声音很拆的 很烦的 又看到有个人就在警方面前或在旁边 不停在吵 听听他说什么 又说警方千万不要濫用暴力 他们都是年轻人 他们都想回家吃饭 让他们走 不要妨礙他们 就说到好像妈妈那样的 出来去保护这些年轻人 看见都眼冤了 所以他渐渐的心就红了 渐渐的胆也大了 他本来都不是穿黑衣黑褲 后来以为自己很厉害 甚至觉得警方都好像忌他三分 八支闭都穿黑衣黑褲 又说什么阵地社工 又走到大小不同的暴动现场 都不知道究竟你是去帮忙 还是去调解 因此他可谓是上得山多中与虎 发生在2019年8月31日 他再连同 七个人 连同他就八个 在湾仔 牵尼斯道和劳雅道一带 连同其他人一起参与暴动 当然那八个 连同他自己 全部都是什么阵地社工 有些可能是治固人士 有些是学生 有些是电脑程式员 有些是厨师 有些是没东西 什么都有杂不甩 当日湾仔来说真是战场一样 最令人震惊的是什么 他们这宗八个被告 陈鸿修 连表证都不成立 无需答辩 当场获释 其他七个受审后 是无罪释放 他们一众家当然非常开心 但是对于审他们这宗案件的前法官审小文 令到大家就很嘩然 哇 有没有搞错 觉得你说他们是来到适逢期会 或者是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是暴动呢 如果看到这么多的 看到有人追来 还是怎么在逃跑 想离开这么混乱的现场 都可以的 这些解释也令到很多市民 很多媒体都看到是代表哗然 也把前法官审小文定性为某些有颜色政治思想等等 现在叫他做前法官 审小文已经退休了 也离开了香港移民 控方就着这八个人无罪的裁决提出上诉 根据入境的记录 八个里面有四个 即有一半已经不见了 离开了香港 那就快点离开 这次现在的上诉案是会合同另一宗 也是当时的原审 也是时任的区院法官审小文去审理的 这六个都是串谋其他人参与暴动的 他们六个被裁定无罪后 控方就着这一宗来说的 头五个的无罪裁决也提出了上诉 这件事更好 控方提出五个 五个都已经离开了香港 为什么要多谢研发官审小文 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空档 他们就能够越来越离开香港 不然他们自己都闻了一股糯米 你想想 你看到人人都这么愤怒 人人都这么哗然 大喊上诉上诉上诉 如果你自己真是新有K的话 你更想走 可能你会觉得 沈小文是否有些位置 没有看清楚 或者看漏了 觉得他的判决是益了你的 你都怕会上诉 当然走也走不及了 所以真的叫他客气了一条 14个上诉要迫回来 但9个已经不见了 我们重点讲讲陈鸿秀那边 代表他的资深大律师判弃 在陈池的时候就说了 又说片段来说 只是看到陈鸿秀出现了几秒 还有在现场就像观察一下 也没有跟示威者聊天 还说到原审考虑了所有证据 认为不足以证明大喇叭陈鸿秀和其他一起集结 而且说他当时是跟警方平排 还有他说的内容也不是构成鼓励暴动 听起来很有道理 不过法官彭宝琴就质疑 说潘熙对于习杰的理解过于狭窄 也举了一些例子 就说三四个人各自在一个角落 占据了几条街十条街 或者一个人占据了一条街 即使每个人只不过在角落里面都可以有破坏社会安宁的目的 还反问这几个人不是参与暴动 所以潘熙都立刻拖了嘴 他说要视乎这些人穿什么 叫什么口号 有可能会戒定为集结 但是裁定就不属于集结 也不叫做有违的常理结论 然后彭宫也继续说 他说这样就会牵涉到这案件是否表证成立 潘熙又再重申 又拿回原审的说话再重申 他说裁定陈鸿秀表证不成立的时候 并非只是参考他的距离 也有考虑到陈鸿秀的说话和内容等等 另一位法官潘熙也说了 也举一些例子 如果有人身处一定的距离 也有使用这个扩音器来指挥暴动 究竟是否属于参与暴动呢 潘熙就说倾向同意 我们也知道陈鸿秀很喜欢用这个喇叭叫声 再重申还要审视涉案人士的衣着 和逗留在现场的时间等等 他们也拿回鱼弹暴动的时候 就是盧建文案来做一个参考 除了要身在现场之外 也要考虑被告的行为 如何去鼓励这个暴动 他说这件案没有什么相关的证据 又说现场四通八达 没有证据显示其他的被告 是不是他们在集结呢? 所以认为是要驳回这个上诉的 潘熙也说再加把嘴了 就着这件案是否应该要发还重审呢? 也说这件案件 证据很薄弱 还说发生至今都距离了四年了 证人的记忆都相当模糊 所以就不应该再把这件案发还重审 否则对这些答辩人就不太公平 真是说话说到非常之绝 打这些他们都忘记了 怎么会呢? 当时有录影有现场 大家的记忆都可以 上诉一方也不甘是有 这件案的凶罪是相当严重的 如果法庭裁定原审出错的话 上诉得值是应该将这件案的证据 交由另一个法官同身审视 认为不会构成不公平的 再说案件一旦要重审 控方也要重新再举证 判禧又再说缺乏基础 还很直白地说法庭要考虑到司法的程序 和大公义 要作出合乎公义的命令才行 那双方简直是大激变 还记得当时律政司不服裁决 说法官的法律观点有错误 而感到受到委屈 我记得当时審官还批准陈鸿秀的重费 还说控方没有任何证据基础指证陈鸿秀和其他人 这些黑暴友一起行动和持有共同目的 当时听到这一点 简直慌到什么 不过我们都要尊重法庭的判决 如果真的不满意就上诉 如果足够证据做得到 提出上诉就最好了 别无他法 在这里骂无意思 你骂完只不过是情绪宣洩 那有什么用呢 说回另外那边 叫做串谋暴动的上诉案 上诉一方要求法庭处理法律问题 即是串谋参与暴动 或者串谋参与非法集结里面 如果证据只涉及两个被告 这些协议内容究竟是否必须 包括多个一人来符合非法集结的定义 跟着上诉一方也重新就串谋暴动罪 中原在盧建文案已经作了清楚的解释 串谋的人不一定亲自参与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 而是可以支持其他人去破坏社会安宁的人 也看到这些答辩人的Whatsapp有什么看到 我觉得挺有趣的 大家想一下 黑衣黑褲何时派戴衣去换 看到这类型的讯息 上诉一方就认为 原审不应因为缺乏专家证供为理由 而摒起了这些证据 所以要考虑写这些Whatsapp内容的人 究竟他们有没有犯罪意图 只是这个点 不要介意我说一句 是否有存在着 因为遗漏了这些重点 而变相放生了这些人 所以有时候是很生气的 不过怎样也好 法官也是人 会不会有机会做错 到时要看看有关于上诉到最后的判词 怎样说 三位上诉庭的法官 听完陈迟后就说 会在六个月内扳下判词 各个答辩人继续准他们的保释 报道时间就减到每个月一次就可以了 说回一点 有些人听完这些新闻 觉得有一些已经离开了香港 远走他方 去英国也好 加拿大也好 什么都好 起码不用浪费了监狱米饭 也是好事 也有些人就说 叫他们去坐牢 坐牢就最好了 让他们守下才行 我不知道大家倾向是哪一样 我觉得就算浪费了这些米饭 但是令他们失去自由 尝还他们的代价 总好过他们去到英国 加拿大那些 在牙斩斩 还可能看到这件事 大放缺持 甚至乎很自豪地说 幸好我离开了香港 否则就被政治检控 我当时出来都是争取民主自由 还可以扮成民主斗士 当然了 为什么陈红秀没有离开 他觉得自己有机会再做社工 或者再继续做就行 这个我们不知道 或者可能真的叫做坐牢 觉得是不会有机会上诉的 差很远 你连表证成立都不到 就已经是散离了 因为通常这些案件 局官是要听了 控辨双方的证据、理由等等 看一看整件事 究竟是不是叫做表证成立 表证成立才继续審 否则就可以拜拜 即是觉得差很远 表证都不到的话 那怎么办 那你怎么上诉 可以吗 他自己这样看也不行 实际说他一把年纪 你去过英国干什么 做南岭吗 那又不会的 你说逃避 坐牢 还是怎么办 那也是那句 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到英国的生活 对不对 那怎么也好 我们看看这六个月里面 究竟那个判词究竟是怎样 好我们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